他發CB 基本上跟京東那支差不多 不過息率是高一點 因為阿里巴巴那支另外還有一個操作 還有一個回購 但他沒有這個 跟京東最大問題是他沒有拿同步回購 所以其實你看到他發CB 是去到2029年 亦都是比較長一點 息率是高於之前講的兩隻 它是0.75厘 換句話也有三成的日價 這個跟京東也是差不多 所以我反映是甚麼呢 現在你發CB 和你現在好像未營礦那些 他在市場上背股最大分別就是 他馬上可以拿到資金的需要 但是他亦都不會即時 會說因為這個發多了新股 令到他貪薄 那就是要看到時 究竟到期 或者是有些可能在之前都可以給你兌換的 那不是的話 你就變了看到時的股價是怎樣 究竟到時會有多少去兌換 那這個 那時候才會有貪薄影響大一點的 現在就不會有即時的貪薄影響 所以比對直接背股是有些影響上面相對小一點 那同時間如果你用一個日價 不過是2019年 那就是說反映其實他們都看股價呢 是會有上升 不過如果你說去到2019年有三成的話 那其實幅度又不算特別大 但是我覺得CB的作用呢 就說不是即時那個翻駁 還有如果你現在用一個0.75厘 那你拿到一些資金 那其實額是低的 剛才說葵程呢 就跟京東那個也是很接近的 那其實因為它也都有的 其實在條款裏面 它都有那個同步回購那個計劃的 那所以其實跟京東那個是很接近的 剛才說沒有其實是有的 那補充一下 ETNET專業版HVII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